施政報告出爐 作為年輕人 最關心當然就是早前吹風說 會舒緩年輕人的住屋難題的方案 最終就是透過提升居屋配額 增加40歲以下白表人士入市機會 買到屋外的機會感覺都提升了 還有些甚麼政策關大家事呢? 我們為大家整合了 三個與住屋息息相關的重點 還找來學者同測糧師分析 這些政策的影響性 第一 政府再度放寬按揭 任何物業的按揭乘數都可以達到七成 以及放寬給外地人士 在香港買5千萬以上的物業做投資移民 第二 改變居屋配額 讓年輕人及錄表申請者多些入市機會 第三 劏房改名做減貨房 為單位設立最低標準 大家好 我是Melody 今屆施政報告再有托市政策調整 但估計對於改善整體樓市的現況 都沒有太大幫助 因為主要都是影響投資者和中高價物業 包括將非自育物業的供款 與入息比率上限調升至五成 和自育物業的上限看齊 同時進一步放寬物業按揭乘數 無論住宅或非住宅 任何價值的物業 買約方式 一律都可以做到七成按揭 若果以自育物業為例 施政報告公布之前 三千萬或以下的單位 才可以做到七成按揭 三千五百萬以上的按揭乘數 已經降到六成 因此受惠新措施的主要都是中高價物業 另外 同步放寬給外地人士 在香港買五千萬以上的物業 做投資移民 計劃投資總額上限需要是一千萬 兩個托市政策同日推出 變相海外投資者都可以來香港 借貸買樓做投資移民 對於香港樓市有沒有影響呢 一起聽下專家的說法 關於高承數按揭 其實現在叫上車盤來說 它的按揭承數就不止七成 所以你說對一些剛需或原生首置的客戶的影響就不太大 但對於投資者來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有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對換樓客來說 他可能未放第一個物業 他已經不算是首置 他都可以做七成按揭 對於換樓客來說 有多了的意欲 可以住大一點住好一點 也是體現政府推廣居住幸福感的政策 關於放寬了按揭乘數 再加上將五千萬納入投資移民的範疇 其實是否會鼓勵了一些人去買一些住宅物業 但首先我們要留意 購買這些物業其實不是問題 只要不要影響了保羅大眾去上車 又或者一般市民去買物業的機會 如果你只是針對一些大壓物業來說 其實去到五千萬納以上 其實那個影響性就不算大 反而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只是計一千萬作為移民 投資移民的份量入面 那其實是否應該可以將門檻降低一些 例如可能降到三千萬或四千萬 其實我仍然是有空間可以再去調整這個政策 但要知道投資移民就不是吸入專財 投資移民是吸入老闆 有錢的人 專財只是打工而已 所以你說五千萬買一層樓 五千萬是不是多呢 即是你在香港五千萬買了幾大層樓 可能你買半山或兩千尺 兩三千尺 對你來說都是小屋 所以五千萬然後有一千萬可以算下去 投資移民 令到實際上可能你拿了五三千萬的成本低了 但問題有可能 一個先都不用了 投資移民就是買一層樓五千萬 可能如果借3500萬給他 他整個就可以借錢去投資移民 將下屆居屋六百表的配額比率 由4比6改成5比5 目標鼓勵更多公屋的租戶買居屋 又為過去連續兩屆申請資助出售房屋 但未成功申請的人士 下屆有多一個抽籤的號碼 同樣有多個醜號的准買家 還包括40歲以下的百表年輕家庭 以及一人申請者 希望可以幫到年輕人買樓 至於居宜市場 就為同一批的 代表年輕申請者 增加1500個配額 學者就覺得新政策 對於提升入市機會都有實際幫助 但也有改善的空間 現在政府一身的政策 有一次加了輪候制的元素 如果你抽來抽不到 給多個名額給你抽獎 但也不要只能抽到 以前我也建議過 居屋我們都可以用輪候制 就像公共那樣 就不用抽籤制 現在抽籤制有什麼不好 就是抽來抽不到 抽十次抽不到 就影響你整個人生計劃 輪候制的好處就是 只要我先排 總之很快就排到我 或者今次抽不到 第一千零一個 下一次一定到我 但輪候制的問題就是 你要根據什麼輪候 是否根據你的收入 要滑線 這就比較麻煩 政府立心解決爭議多年的劏房問題 第一步先改名做簡樸房 為分間單位定立最低標準 建議單位入面必須要有窗 有獨立廁所 面積不少過百平方米 即是大約86呎 不適合標準就是違法 測輪司認為新標準之下 對於改善基層的生活空間有幫助 不過更加實際的就是要做好租金管制 避免因為面積增加 而要捱更貴的租金 你看到現在定立的面積 86平方尺其實不算小 很多劏房都是大約60平方尺 現在的劏房 你見到一些環境比較惡劣 其實床隔離本身就是一個座廁 佔面積可以很小 可能只有幾平方尺 但現實上我估計一個洗手間 通常我估計都要有15平方尺的區間 這樣扣起來的話 也有差不多接近70平方尺左右 其實不算太差 只不過情況就是 如何落實執行 始終現在我們沒有租金管制 面積大了 那是不是變相租住這些 柬埔房的人去的負擔會多了呢 這些反而是最大的關注 除非你說這些柬埔房是有一定的租金管制 那我相信才可以真正有效幫到那個基層市民 最有效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困難 就是建多一些一些簡約 或者臨時的租住房屋 希望可以用一個較低的租金水平 提供一個更加優質的生活質素 給這些有需要的人士 大家對於今屆的施政報告 又有些什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